一根舌头能否融化一面糖果墙 一小时内成功逃离 就能赢得十万美刀 开局没有任何装备 只能靠自己的舌头融化糖果墙壁 想要获得新装备就需要完成挑战 挑战开始 第一关优先吃掉半颗糖果的队伍获胜 四个人撅着嘴 做了半天糖果仍是纹丝不动 嘴巴是靠不住了 来福开始就着矿泉水用手融化糖果 常微瞪是直接在桌面上摩擦 很显然两人的方法起了作用 另一边丧彪还在小心翼翼的洗着糖果 这边常微来福已成功完成挑战 为狗哥赢得新装备 中号舌头刷一只 海绵材质的舌头 对于糖果墙作用不能说不大 只能说毫无作用 狗哥只能选择用手柄来破坏糖果墙 忙活了半天 糖果墙除了出现点花玩外 就和新的一样 另一边来福和常微已开始了第二个任务 运送糖水 地板上是滑溜的泡沫水 一不小心就要从头来过 两队人马开始想尽各种方法运送糖水 丧彪联合带拿的效果很不错 常微则是直接把糖水倒在衣服上 该说不说 这还没到终点就落完了吧 为了给狗哥搞破坏 丧彪这把直接开大了 一桶糖水全部倒在身上 只为快速运送糖水 来福也有样学样将帽子泡在糖水里 就连臭袜子也不放过 得亏这不是给狗哥喝的 不然怕是要当场送走 很快经过双方激烈的角逐 蓝队以微弱的优势营的挑战 为狗哥升级新装备 代资的舌头 舌头上的刺非常坚硬 很快就对糖果墙造成明显的破坏 然而想要完全破开糖果墙 显然这点威力还是不够的 舌头都砸断了 糖果墙也只有个小凹槽 丧彪只好为狗哥更换新的舌头装备 新装备相当给力 三两下就将糖果墙砸出一个大凹槽 而另一边来服也开启了最后的挑战 这一次众人将化身水果忍者 谁销到的水果最多就算获胜 长眉优先登场 他淡定自若 看准目标精准出击 轻松获得12击分 紧接着是红队的狗蛋 一出招直接把武器整围了 最终只获得了5击分 紧接着来服登场 来服一看就是练过 轻轻松松也获得了10击分 最后就看丧彪能否立碗狂蓝了 丧彪目视前方精准出击 最终获得11击分 一人挽救不了拉花的狗蛋 蓝队获胜 狗哥获得新装备 巨型舌头 狗哥拿起新装备 对着糖果墙分离出击 糖果开始不断掉落 很快最后一层木板也被击破 时间剩下5分钟 狗哥俨然不管木板 扎不扎人就往外端 最终狗哥成功逃离糖果屋 赢得10万美刀 赢得10万美刀